一看就知道那是死體了 哇 那個人已經醃得像鹹菜乾一樣 被炒天嘛 被炒上 不然一些鹽酸把醃了 把醃掉 自己弄一個瓶 再吃一支那種排水槽 鹽酸開下去的時候 他直接就可以撈到那種排水槽 我就把濕水排掉 再重新買鹽酸再倒進去再溶了 我一個四五年沒有聯絡的朋友 小羊 突然打電話給我 有一個屍體要幫忙出去 對 擔任警局的蔡清堂 他的朋友小羊 怎麼會打電話來說要棄屍呢 第一時間我當然 這種東西不大相信 儘管打從心裡 覺得這件事情大有問題 甚至很有可能根本是騙人的 我們就半信半疑 感到說到底是真的假的 不管如何事關原命 蔡清堂毫不猶豫 決定先通報所長 我說沒關係 你就帶他去吃飯 吃完飯以後 帶他來見我 我跟他聊 我跟他問 就隔了幾個小時以後 他們吃過飯了嘛 他就帶他來 他帶兩個朋友來 那就到那個拍所 我們所長辦公室裡面 坐在他家裡聊 打電話的小羊 還有他的另一個朋友 兩個人得好好說清楚 是誰要棄屍 又是誰要被棄屍 兩個不講話 眼睛一直瞄我瞄我 也是愛理不理的樣子 我說今天 他通人跟我講說 你說有人找你們去幫忙 搬屍體的事情 他還不回應 有幾十年警察自立的黃兆鋒 早就料想到 他們沒那麼快吐石 於是黃兆鋒打算 利用他最強的心理戰術 你今天有看到這個事情 你也知道了 你不跟我們講的話 這死者會找你 我們用反向來跟他推給他心理 他一聽到我講說他會找他 會瞪很大 已經瞪很大 老大 我跟你講喔 你不要亂講話喔 他真的來找我們耶 他不是找他 找我們 都去找他們兩個人 聽到這裡 黃兆鋒知道 Bingo了 現在或許要他們說實話 就差臨門一腳 只是沒想到 眼前這兩個人 接下來說的話 令這場所有遠景都難以置信 同一天 我們兩個在不同地點 他在他家 我在我家 睡覺的時候 做同樣的夢 我們兩個人去爬山 那不曉得什麼山 就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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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山頂上 有一個大型的橘黃色的那種 那個大型垃圾桶 他們好奇一直往上爬 爬到前面的時候 一看的時候 突然間那蓋子 動 被頂起來 一轉過來是一個人 人頭 那眼睛看著我 一下子嚇一跳 我就從山上滾下來 就醒來了 他朋友也是做同樣的夢 不同的地點 同樣的時間 做同樣的夢 夢境說得煞有其事 但這間棄屍案到底是真是假 得更深入追查 結果小楊先向警方說出了 第一個關鍵詞 那你到底在哪裡看到 他考慮一下 他在瓊林 聽到瓊林這兩個字 黃兆鋒心頭震了一下 這應該就是季工師傅 要他注意的事了 現在他心裡只有一個想法 那就是無論如何 都得親自跟嫌犯捧面 說你現在打電話給他 說你找到朋友 要幫忙 但是要到現場去看過 了解一下 要準備什麼東西 來幫忙處理這個屍體 在黃兆鋒疊對疊的計畫當中 他和警員蔡清棠 蔡定宏 還有謝金源 喬裝成來協助搬運 屍體的工人 今天我那天開車 我跟謝金蓮坐在同一台車 然後黃兆鋒就跟蔡清棠 還有那個 那個 這個選舉的人就是坐同一台車 現在警方正試圖慢慢接近犯罪核心 很快的雙方約在便利商店前見面 檢舉人小楊口中的那個阿智 依照時間前來覆約 我看到他 他那天穿的全身都是黑色的 黑色的外套 黑色的藏褲 那個臉 黑的像阿拉伯的黑人一樣 黑的發亮 手上提了一手的啤酒 罐裝啤酒 還去他上車 一上車我就這樣 他坐在中間嘛 他就開車開篇 開車的時候我們就邊跟他聊 我坐副駕駛坐 那因為他這樣看不到我的臉嘛 只看得到我側面而已 那就聊 我錄音筆打開跟他錄音 一上車 黃兆鋒開始小心謹慎 一步一步 向阿智打探更多訊息 我說 這事情怎麼發生的 講給我們聽 冰箱去練就沒事 那天什麼練一下就死了 沒了 沒有啊 我真怕我學水電的 我跟老闆說 這稍微的事情 我說 拿錢來我去買 要塑膠湯蓋一蓋 聽到阿智說 人 死掉了 還買了塑膠桶藏屍 這套殺人劇本 彷彿已經有了初步輪廓 為了有好的藉口 找來支援警力 黃兆鋒也繼續他的 諜對諜計畫 打電話我跟他說 你火車照好嗎 對啊 要再問他 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要到五金行去買 點檔要兩隻 還有那個麻繩 還有買一條 還有這個雨衣 雨鞋 還有塑膠手套要戴 要買 要購買四雙 就戴著 到目前為止 這起殺人案 應該八九不離十 而阿智竟然還侃侃而談 絲毫沒有察覺 他正掉入黃兆鋒設下的 陷阱當中 我說這面子 要去處理你有沒有看地方 我告訴你 我都看好了 路線都看好了 那都沿路 都沒有跌跌 什麼跌跌 沿路有夠嗎 不是啦 路對 地沒有 警察 跌跌的警察 他說沿路他都已經觀察好了 要去去棄屍的地點 他都看好了 就在這時候 車子開著開著 也朝向新竹縣窮林 阿智口中那個 所謂他們的藏食地點 為了後續的計畫 能夠更順利 黃兆鋒暗示性的 提醒阿智 越少人知道 越少人見面 以後大家 不會有任何麻煩 你叫他到房間裡面去 不要跟我們見面 我們處理好了 你再跟他說 阿智不疑有他的 打電話 先支開他的潘信老闆 在突然間 阿智提出了一個要求 他突然間回神 他講說 老大老大 我跟你說 我們老闆 他真的夠 老闆很大隻 會教人 很壞 等一下我先下車 我先把他舅舅舅舅好 我叫他舅舅過來 阿智的這段話 讓黃兆鋒走了警覺 難不成他們的警察身分 已經被識破了嗎 為了避免他真的開溜 黃兆鋒馬上有了因應對策 堅持和阿智一起下車 走在前面 我走在後面 他沒有回頭看我嘛 那就走 跟在後面去一看 前面這隻大的黑狗 土狗 結果那個黑狗看得沒有肺 沒有叫 反常的 好像看到我是主人一樣 很久沒有看到我 就腳一直蹭啊 一直哇 那個動作就出來了 或許是技工師傅 冥冥之中的幫忙 大黑狗很反常 看到黃兆鋒 像是看到主人一樣開心 現在就是關鍵時刻了 阿智帶著黃兆鋒 進入眼前這棟透天錯 樓下是一個客廳 放了一些雜物啊 他們的工具什麼東西 還有幾張椅子 那就往二樓走 走到二樓的時候 一上二樓 右手邊第一間是他的 就是張韻智的房間 第二間是他老闆潘船熙小潘的房間 現場燈光昏暗 加上地處巷弄非常安靜 黃兆鋒連自己的心跳聲 都聽得清清楚楚 而屍體到底在哪裡 還是未知數 我跟著張韻智就到了二樓樓梯 它是木門 還掛了一個鎖住 二樓廁所的木門上 竟然還掛了鎖 這太不合常理 這個鑰匙 不是放在每一個人可以拿到的地方 是張韻智自己單獨保管 他在掛在他腰間 他在腰間上有一串鑰匙 那個木門的鑰匙 就在那一串裡面其中一把 技工師傅要黃兆鋒小心處理的事件 真相就在這個廁所裡了嗎 那個方式應該是滿有一點 年齡的 應該是幾十年了 這棟透天錯的二樓廁所 門上掛著鎖 而是在沒有任何戒心的情況之下 拿著鑰匙打開了鎖頭 真的有一個橘黃色的 大的塑膠桶 辦案經驗豐富的蔡定宏 到底看到了什麼 讓他如此驚訝 就看到那個人好像直接砍掉的 就看到那個地步 就看到就知道那是死體了 那個人已經醃得像鹹菜乾一樣 被朝天嘛 被朝上 橘黃色塑膠桶裝的 確實是遺體 更確定這是一起殺人案 我槍套就一直頂住他 我說你不要講話 我是警察 他一下臉黑的 退到變白的 死白的臉 陰氣啊 退掉了 我說 到你老闆的房間 這棟透天座裡 還有另外一個員 那就是阿智的潘姓老闆 現在得想辦法進到他的房間裡 以並將他制服 問他老闆在哪邊的時候 他指隔壁的房間 我們去的時候 也不知道那個環境 電燈在哪裡 暗色色 來 叫你老闆開門 他老闆 叫他老闆 老闆 老闆 他老闆沒有回應 怎麼沒有回應 沒有在裡面嘛 那就把門一轉 沒有刷上 一開的時候 也找不到那種電話 到底開關是在哪裡 警方拿出手電筒 環顧四周 突然發現一個 懸縮在一旁的身影 因為我們用電話給他照 因為我們是站的 他是倒的 他就用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他還很驚恐的那種... 那種... 兩眼無聲突然驚醒 他說你們幹什麼 我說我們是警察 我們今天殺人罪要逮捕你 又要上銬 又要上銬 這案子就這樣子破 找到屍體 找到犯罪嫌疑人 現場制服阿智和潘縣老闆之後 黃兆鋒也隨即通報 當地轄區的橫山分局 及鑑識單位 而這時候他一方面 先口頭徵訊阿智 一方面檢視那個 裝著遺體的橘黃色桶子 我真巧購水電的 我跟老闆說 這稍微有事 我說拿錢來我去買 買手機買一買 買一些鹽酸 把它用掉 傷的人竟然還殘忍 將遺體泡在鹽酸裡 像要毀式滅跡 沒想到還有更殘忍的 他就是 跟那個大的噴射人 很大腳 是橘色的 他那個 我看他有特別更頂層 他腳還有用一個那種 因為他們做那種水電 他們自己用一個洞 再切一支那種白水桶 就是類似說 因為鹽酸開下去 他直接就可以撈到那種 排水桶 相當於兩萬四千CC的鹽酸 目的就是要掩蓋自己 一切的罪行 這起新竹縣窮林的殺人容詩案 逮捕到了兩名嫌犯 但死者是誰 他們為什麼要下這麼重的毒手 沒想到凶手不只他們 而且這起案件背後 還牽扯出了更令人心痛的悲劇 聯邦